停車 滑車 這個戲的話真的還蠻難得的 好像我跟別人談到這部戲的演員 有誰有誰有誰 大家都聽到 誒 你在幹你很強誒 就是這種感覺 這電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風格 我覺得素材 題材 是在台灣現在的電影工業裡面 是比較不敢去嘗試的 其實我們有隱藏著很人性的部分在裡面 比如說人真的是在營業之間 你要善要餓真的在營業之間 以及一段深刻的愛情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就是商業片 我覺得當然最希望就是能夠有好看 然後它又不是一個很瞎的片這樣 這部電影一確有做到 然後就是娛樂價值很高 而且很有趣 這樣子類型的電影跟這樣類型的導演 要越來越多在台灣這個市場上 好可憐 它是一個融合懸疑 經費 偵探 以及愛情可能會哭 會笑 然後會說有怎麼這樣的一部電影 這是一部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撥片類型 非常精彩 大家一定要看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 娛樂價值非常高 而且你會看到阿肯有不一樣的表現 那你看到以後你會不敢相信說 一個人他的極限居然可以不停地突破 你進來看你就知道了 你會感動 所以還滿好玩的 呃 呃 包下 包下 你弄這樣幹什麼 你嚇誰啊 好 乖 OK OK 好 好 黑白斯 拜祭物 我應該可以收起來了 沒有太強 哈哈哈 喔 誰跟你們拖個拉牌的啊 太恐怖了 我們一定要把兇手救出來